那我们就看到不仅仅是美股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同时整个的美国文化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 就是说要么是富人越积累资源越多 越来越向头部转移 而穷人越来越被剥夺 越来越转移到我们叫做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挣钱的这样一个余地中 但是与这个社会不同与基尼系数不同 这个阶层固化往往是社会的一个弊病 但是我们说股市的这种叫做K型分裂 往往是一个市场 我们说健康出现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 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做自我调节机制的展现 那么这样的一个美股的分化趋势 对于A股有怎样的启示呢 李胜雷先生就注意到 其实也并不是说A股没有经历过普展行情 或者叫全面牛市 就是99年到2001年有一次 2006年有一次 实际上在经济产业企业的分化呀 也是相当的厉害 但是与这个美股相比差距还是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到美这个A股啊 在这个涨幅前二十的股票啊 在万德权A股指数中相对来讲呢 指数上涨的贡献比较小 大概在五点五倍左右 A股的中小市值的估值水平也偏高 那比如说我们就看到美股的这个市值中位数是多少呢 是六点七亿美元 而美股的上市公司的规模又普遍比A股大 美股超过百亿市值的公司有多少呢 有八百多家 A股只有一百多家 美股超过千亿市值的公司有多少呢 一百二十七家 A股只有十家 就说明就是说 头部这一部分市值相比 那么A股离美股还下降的非常的多 另外我们也看到A股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企业一旦进去了之后就淘汰不出去 这个出清的过程又没有美股这么快 所以啊整个的这个K型曲线的自然分裂趋势 在A股这里就显得不够的灵敏 所以导致整个A股的市值呢是拉不起来 现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个估值水平 如果我们看到把中美上市公司按照市值来进行前五百强来比较的话 尽管平均市盈率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平均净资产的收益率差距是相当之大的 财务数据一笔也是差距非常之大的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提倡叫高质量增长 要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那我们就看到总体估值差 整体估值水平没有优势 因此未来只有可能通过好企业进一步向头部集中 行业进一步来集中 来提高现在A股这一些股票的我们叫做市盈率以及盈利水平 不能永远出现大而不强这样的一个状态 行业墙肯定是有强的企业 好这个有强的企业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回报 这可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对于A股改造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第一是要严格准入门槛 不能让两有不齐的企业都进来 现在我们看到IPO强监管展现的是这一方面的特征 第二当然我们说 针对于一些散户交易可能出现问题的模式 现在是进行了收紧这个之前的政策大家也看到了 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通过监并收购来实现真正的头部强企业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保五合并 比如南北车合并等等等等 未来可能还会继续的看到 现在特别提出的一个词叫什么 叫做减量体制 讲的是A股要通过监并重组 要通过提高监管要求防止无需扩张 也就是说未来的这个金融行业内企业的总量会出现大幅的减少 整个行业的集中度会进一步的提升 那么可能会出现一批我们叫做中国式的美股七雄 中国式的A股七雄 当然我们就说和美国的这一些以科技服务行业 以及虚拟经济为主的七雄相比 中国的这一些头部企业可能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是不是电力新能源 比如电子行业等等等等 会更符合中国的发展要求 因此今天我们就从李迅雷先生这一篇文章中 为大家看到美股和中国股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并不是说中国是散户为主 美国是机构为主 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历史水平和阶段 也并不是说美国就是科技创新 因另一切中国就是没有科技创新 可能是行业发展策略点不同 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就说差别 还是美股已经形成了一次K型的自然分裂和分化 而中国呢 由于之前股市的各种各样的弊品 还没有展现出这样的一种股市的特征 未来可能会有哪些新行业成为中国的头部企业呢 这里呢李迅雷先生也给出了一些预计 比如说电子芯片 比如新能源等等等等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市值最大的企业是什么地方呢 要么是银行 要么是白酒 说明那个传统经济啊 占的比例仍然是比较高的 但是未来随着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可能大家对于A股的变化 还是会有更加明朗的一个判断 怎么看待现在A股的问题 怎么看待美股和A股之间的差别 我觉得时间法治产业结构的完善这些东西的一个系统 我们说伦敦的股市花了两百年 美国的股市花了一百年 中国的股市还只有三四十年 需要一点内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中国需要一个专业的信息流通的这样一个财经媒体 或者是财经信息系统 让这些投资者有一些不要被夭年糊重的经济学家 或者是股市投资家 或者是政治评论家给搅和 如果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知识或者是信息流通 提供一些比较的 你包括美国 也没有几个人真正听那些股评家的讲话 如果真正去那些股评家的讲话 他讲得准确的话 那些股评家他就不做股评家了 所以但是呢 美国人也离不开股评家 因为你要投资者 你总要听听别人的参考的意见 但是美国的股评家 多数的情况之下 都是比较谨慎的 比较的小心 中国的股市也好 中国的政治也好 中国的社会也好 总是被一些妖言糊重的 所谓的学者 经济学家 或者股评家误导 而缺乏一些专业的层次 比如说美国有非常好的财经媒体 彭博同学社 道经司 华尔街日报 那么这些财经媒体 给大家对这个股市的认知 提供了一些更丰富的一个背景 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缺乏 中国不是说 完全没有很好的经济学家 或者是很好的评论者 而是被这些社交媒体 极端语言给掩盖了 这一点会操作这种投资者 这种所谓的韭菜吧 阴阳怪气的东西太多 中国的股市就是阴气大众 妖气大众 就是争气太少 所以呢 到底从哪里来得到 没有阴气 没有阳气 也没有怪气 也没有阴阳怪气的 新闻呢 当然是来看华尔街电视 以及今日华尔街 以上就是本期思想 先去报道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播细每个故事 通过实时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揭示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政治拙见 因为了解真相仅仅四个开始 不错过任何新闻